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 爷爷一辈儿以上都是做这个的 我们是闯关东来的 爷爷那边到这边也就是做一些手艺活 我是从父亲和爷爷手里头学到点东西 在小学阶段吧 那是最早的时候了 祸成个大饼子 一甩一蹦 满身都是赢一大堆泥 把那堆泥蹦下去 老人说你拿来过来 我给你做一个 你看做成一个狗熊嘛 我是小时候特别喜欢 我到现在我也做不出来 感到老人这么一做 你看给你捏一个熊啊 捏一个大公鸡啊 做出来之后你就感兴趣了 天哪有 你像鱼的画画 这就是鱼的画画 数年前点点有鱼 这鱼做好 就是啊 做好 我现在创作目的主要就是 想用我这个泥把印象当中的儿时的五六十年代的那种生活场景把它记录下来 那些棉袄棉裤有过去那个老关东那个生活 我就看到那些赶大车的那大车老板的戴着狗屁帽子穿着大衣冬天的时候动的直列准 糊子上帽子上身上都是白爽 我的作品多数都是表现观众人物 就把自己的这些情感啊和记忆啊都涌入在那个里头了 灵感来源于生活 我每一个故事每一个作品应该说是我的经历看懂过的 我们小时候一听打鼓就出去了跟着羊羹对手 那时候你就能看到很多好的东西 你比如说你在后面你看吹喇叭呢 吹喇叭什么动态 那鼓的眼睛像流露是都要掉出来了 我是在用黄泥记录我这个记忆当中的一些老东北老故事 这就是我的初衷 我做出来那个作品能勾起情怀和记忆 小孩是本个大鱼 你看年年有没有喜庆 拉宫射箭 宫已经除去了成功 还有一些推着车 柴神也推车 你看这多好 我们这个民族就是这个文化 我们喜欢说吉利话 期待一年比一年更好 地狱的文化养育了我 我又用地狱的文化来创造 抒发我们东北人的感情 一个作者他生活在这个地上 他肯定他离不开这个地上的原始 我就想要用关东人物来表现我们关东的故事 不管怎么去创造 关东的符号都要 老人寄托我的希望 无论干什么 手艺不能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